1948年5月初,龙化县城战役打响,董存瑞带领战友炸毁了敌人的三个炮楼和五个地堡,在龙化中学的东北角切开了一道口子。 这时,隐藏在围墙外暗宝内的敌人突然开火,部队遭受了严重伤亡。 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,完成阶段性战斗任务的董存瑞再也忍不住了。 他再次请战,在队友的掩护下,他冲到了桥底,当时他的左腿已经重弹受伤。 由于河道两侧护堤抖滑,董存瑞两次安放炸药包都滑了下来,但是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,拖延一分钟将有更多战友牺牲。 为此,他用身体做支架,左手托起炸药包,右手点燃了导火索,并高喊,为了新中国冲哑。 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,敌人的堡垒被炸毁,董存瑞用自己年仅19岁的生命为部队开辟了胜利的道路。 但事后,曾经也目睹董存瑞牺牲的战友,致顺一回忆道, 当时董存瑞已经拉燃了炸药包,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纵身一跳就朝他奔去。 董存瑞看见了力声对我喝道,卧倒,卧倒,快趴下。 接着一声巨响,天崩地裂,桥形暗宝被炸得粉碎。 董存瑞在牺牲前喊的最后一句话是,卧倒,卧倒,快趴下。 虽然没喊出为了新中国冲啊,但这并不影响他舍身为国的伟大形象,最后向董存瑞烈时致敬。 本文由天下老照片原创,欢迎关注,带你一起长知识。